终于接到了新竹荣家 在松德楼前面 搭起简易室的棚子 并请来到时念经普渡 希望诵经超度 以前往生的荣民 借由传统的仪式 发扬圣中最远的 传统美德之外 也凝聚住民们的相心力 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活动的话 来这个祭祀一些单身荣民 没有只是祭祀的一些 往生的荣民 也借这个普渡的活动 来促使 因为我们长辈 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也让他们能够 祈求他们能够健康 然后长寿 也希望我们这个荣家的 各项工作能够推展顺利 新竹荣民之家内 有一座家祠祭祀的 将近五千位往生荣民 每年的三大节日 荣家都会举办祭祀仪式 告慰所有的往生先烈 我们中林池祭祀的都是 单身的往生荣民 因为他们没有侄女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林池 他们往生以后 我们除了帮他们处理善后 然后他们的骨灰 安坐在这个军人公墓的中林池 那我们的家祠的话 就是他的牌位 安示在我们的家祠 那我们每一年的重要的节日 三节还有中原节 都会做祭祀的活动 我们每个月的初一 也会做祭祀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这个单身 亡故以后能够在这边 也有一个这个往生以后的一个家 新竹荣家为了显示 对传统仪式的重视 远从台北邀请中华道教 总会的道长 到新竹荣家进行 普渡祈福法会 新竹荣家的照护员 长官也跟着上香祈福 共同完成这场专严隆重的普渡法会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报报道